这名女子本是官家小姐 却莫名背上毒杀全家的罪名 成为通缉犯 为了查出真相 她毅然决然潜入宫中 扮成小太监 与世子联手 在意和世子聊起了过去的事 两人幼时曾见过一面 正是被在意拦路打击那一次 彼时世子还是大军 某日和好友程温一起离宫 路过西谷时 被一个同龄男孩拦下 霸道地称自己为西谷主人 让世子和程温赏交过路费 之后身无分文的两人 正好来到附近的敏大人府中求助 听完世子的哭诉 敏大人正在气头上 转头却发现 自家也出了个小毛贼 在意在盗取家中守事时 被当场抓包 世子看到在意立刻叫了起来 就是这个男孩抢了自己的钱 敏大人面露男色 正好对世子道歉 这个小贼并不是男孩 而是女孩 他是自己的女儿在意 在意跪地求饶 只言自己需要大笔钱财 才会出此下策 但敏大人只觉得门风败坏 自家女儿居然打劫到了世子头上 刚要惩罚他时 另一个小男孩出现 道出了实情 其实在意是为了帮助他 偿还高利贷 才想出这个办法 这个男孩便是日后 敏大人收养的义子 也是传言中 在意为了与其私奔 而毒杀全家的情郎 思绪回到现在 在一面露羞涩 直言那时候自己就对陈温一见钟情 世子有些不满 他比陈温英俊得多 在意为何是对他一见钟情 文言在意摇摇头 声明在自己心中 陈温比世子更加英俊 一边闲聊了空档 在意已经为世子换好了服装 就剩下最后的腰带 拿着腰带一端 在意的手绕到世子的腰后 由于身材娇小 在意只能整个人扑在世子的怀里 才能系上腰带 不知为何 在意贴近世子身 世子居然感到了一阵悸动 此时 陈温还在追查 在意的下落 寻着他从悬崖掉下的轨迹 士兵们在附近的山洞里 找到在意生活过的痕迹 因此陈温推测 在意并没有死 同时 陈温还负责调查 济文气血的案子 他找到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却发现他和全家早已神秘消失 索性离开前 还去过一次当铺 陈温查看了对方典当的物品 其中一样东西令他大为震惊 因为那是领相的物品 另一边在意被贴身侍卫使唤 让他拉着板车 所以自己出宫 抵达的地方 正是领相小儿子的实验室 巧得是 因为机缘巧合 侍女小兰 一直跟在小儿子身边 主仆二人就这样意外相见 两人相顾无言 却不敢相认 只能默默捶泪 贴身侍卫 让在意揭开板车上的白布 他这才发现 自己拖了一路的 竟是个死尸 随之露出一脸晦气 可与之相反的 小儿子见到尸体 立刻双眼发光 迫不及待开始尸检工作 贴身示威介绍 这个死者原本是 世子派去敏大人府上 运送彩礼的传令官 在敏大人一家被灭门当天 他也被害身亡 尸体是事后才被人发现 听见与自家案子有关联 在意的神情严肃了起来 小儿子事件期间 贴身示威有事离开 在意这才说了一口气 走进了研究所里 一进门 他就看见墙上贴着 大量自己的通缉绑纹 这些全都是小儿子撕回来的 通缉纹还被他篡改 坚信在意不是杀死全家的真凶 小蓝尖壮 连忙上前 挡在在意面前 让他不要介意 小儿子的疯癫举动 可小儿子毫无察觉 还说出自己一直都爱慕着在意 小蓝只好威胁他 这位是从宫里来的人 很可能会将小儿子的忤逆举动上报 让他谨言慎行 小儿子这才住嘴 把注意力放在了尸箭上 只见尸体全身发黑 在胸膛留有一个伤口 脖子上有些许抓痕 很显然 死者中箭之后 箭头的某些毒素 导致他全身发黑且痛苦 在死前他拼命挣扎 抓伤自己的脖子 小儿子笑了笑让小蓝去煮一碗饭 他要亲手为尸体吃下 小蓝面部扭曲 小儿子又在说什么风话 只有在意心灵神怀 小儿子想要使用的 是一种名叫正反法的实验 小儿子很开心 这位内官居然也知晓这个方法 很快热气腾腾的米饭被端上来 小儿子利用米饭和动物血 对尸体内的毒素进行测验 忽然发现是一种熟悉的剧毒 他爽朗大笑夸赞自己是个天才 随后让在意转告世子 传令官所中的正是一年前的毒 来自短尾风蛇的剧毒 事件结束后 在意和小蓝才有机会独处 投知两人目前都过得安好 他们这才放下玄子的心 既然世子私下和小儿子有所联系 那么两人日后便还会有见面的机会 夜晚在意回到王宫 将小儿子的话转告给了世子 他突然明白过来 一年前的毒所指的就是世子右肩曾受过的伤 在意推理着 之前世子说过 并没有将密信置于彩礼香 那么就是中途被人放进去 那么传令官一定是在来时的路上被杀 防茂者将密信置于其中 并送到闽大人府上 记忆中在意明明见过假冒传令官的脸 他就是回忆不起具体的模样 包括全家被害死的经过 在意也记忆模糊 他很自责 为何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 闻言世子安慰到 他明白这种感受 世间揭传是自己将带毛的陶子献给王宫 才导致对方过敏死亡 可真相是什么 就连世子也记不清 在意知道前世子的死 一直是世子的心结 他再次表明忠心 直言密大人一直都相信世子 他并没有谋害王兄 这句话让世子略感到欣慰 转头 承文将自己调查到的线索 对世子复命 却唯独没有提起这件物品 承文不能举报父亲 只能选择与领相摊牌 他拿出那件物品 让领相解释一下 为何领相会与济文气血仪式的官员有关 领相有一瞬间刹眼 随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模一样的摆件 他告诉承文 这是几年前国外使节带来的赠品 朝中不少大臣手里都有一个 说完后领相一声叹息 对承文想要包庇自己的想法感到失望 再朝为官先君臣后父子 希望承文往后能够谨记自己的职责 几日之后 宫内将举行一场书言 由承文主讲 内容正是关于哪些未破悬案 世子计划带着在意参加 但也担心他与未婚夫共事是否会不适 在意直言 他可以保持冷静 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虽然嘴上这么说 在意心中还是无比苦涩 毕竟是自己爱慕的未婚夫 就差一步就能与他共结联礼 每当想起这段命运的捉弄 在意就感到一难平 书言开始 承文介绍起今日都城发生的三件命案 第一个死者背后受伤 并被人刻下一个宋子 直到昨日 城中又有第三个案件发生 受害者背上也被人刻了一个灭字 承文将三个案子定位连环杀人案 依据死者们都为老人 并且死亡的方位分别位于都城的北西南方 因此最后一个死者被害的位置 应该在东边范围 但听了承文的话 在意区的一旁直摇头 世子果然让他发表意见 在意深吸一口气 大胆地站了出来 他同意这三起案子是连环谋杀案 但对于方位之说却不敢苟同 况且还有死者背后的刻字 这个线索不可忽略不计 按照在意的说法 世子将日期方位和刻字联系在一起 对断出下一个死者的位置在西面 面对东西之争 承文也不服气 与在意展开激烈的对抗 世子心中明白 在意的说法更为严谨 也是他所倾向的真相 承文的立正 或许只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 输给一个内观 最终世子打起太极 让他们各自执行调查 事后 世子在藏书阁留下一个大苹果和表扬信 赞赏在意在书颜上的表现 世子虽然不善夸奖 但他偶尔显露出的浪漫与温柔 还是让在意的内心如沐春风 自日在意为世子更衣时 世子询问在意 苹果好吃吗 在意面带笑容的 给出肯定的回答 两人四目相对 面带微笑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是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